大量 大家好,歡迎來到 電影新年度同一招交平大跟獨睡變入比賽 我是本場比賽的主席吳明憲 本次比賽的編題為 國英特牲肥旁水 接著為各位介紹當任本場比賽的裁判 在主席正前方的是福倫大學的李迅豪學長 大家好 李迅豪學長曾獲得2011年李玉杯亞軍記最佳變首 再來在主席左手方的是台灣大學的陳立新學姐 大家好 陳立新學姐曾獲得2014年第47件精英杯全國大專院宵宵比賽冠軍記最佳變首 再來為各位介紹在主席右手方的是台灣師範大學的幣營學姐 大家好 學姐曾獲得2011年第36屬歲被季軍記最佳變首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今天參賽的正方雙方 正方有文化大學男人 正方一面李如學長 大家好 大家好 正方二面王語齊 大家好 正方三面楊子儀 大家好 正方三面同學是今天的節辯 反方由東武大學一擔任 反方一面姚國翔 各位好 反方二面張雅如 各位好 反方三面成文簽 各位好 正方三面同學也是今天的節辯 接著請雙方結院至台前抽籤決定結院順序 即後 觀眾質詢答編5分半鐘,即編4分半鐘 提醒各位辯士,應與主席唱名後30秒內上台發言 否則主席將搶制開始即時 主席臺將與發言結束前1分鐘按鈴一響 前30秒時按鈴兩響 與發言時間戒滿時按鈴三響 屆時請臺上辯士停止發言 最後提醒在場觀眾將手機調整經理 以免影響比賽進行 謝謝各位,本期宣布 比賽將與理想一分鐘 理想後一分鐘開始 比賽開始 比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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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正方一遍上台宣論 請本燈 而每年花在治療北方的相關醫療費用更是上薪億元 前建五國北方問題不容忽視 而北方所衍生出來的疾病更是不容小覷 其衍生出來的腎臟病更是三次五國健保值區秘密 平均每年花費五百億元,更為五國四大食品之一 根據台灣腎臟協會理事長指出 北方會改變腎臟協會造成四次腫瘤瘤瘤瘤 和四次腫瘤壓,也會增加高血壓、糖尿病、高血值 而三方同時也是腎臟病主要的副性因素 研究會顯示,40歲以上的慢性腎臟病患者 有高達56%身體血壓指數有過重疾病問題 再來看腎臟病與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或是實際相關 根據醫學院長同時研究 糖尿病患者中沒有三分之一的人 最後已經併發尿毒症而需要提升 而高血壓患者中平均臉會五分之一的人 會有腎臟病問題,肥胖更是糖尿病等都會進去 每年花在治療糖尿病的健保費用 也達到為兩百四億點為五國健保技術的三年 糖尿病例為五國之大四億 台大醫院表示,超多餘的能量加滿了我們的脂肪細胞 多出來的脂肪堆積在胰臟 就會造成腦瘤血糖的胰島素分泌異常 堆積在肌肉就會造成胰島素的負擁不好 血糖漲卻下來就會導致糖尿病的發生 因為因為亞洲地區的糖尿病患者 癌臟胰島的胰島細胞問題交叉 若BMI大約死者可能會增加四倍的糖尿病風險 而這國無建築的糖尿病房這台評書解出 之前糖尿病資料的解釋 臺胰島的醫療費用比正常的胰島者多百分之三十 而治北的元胸便是攝取過多的糖 那據影響師分析,蛋白質與脂肪 它進入到身體後,因為用不到會自然而排出到體管 但當糖進入到身體後,除了放映物棍的大腦外 剩下的人就會進入到肌肉中的脂肪細胞中 移工肌肉活動時食用 於是多餘的糖進入了脂肪細胞後 會開始打裂產生新的脂肪細胞 當大量移載體脂肪的脂肪細胞 越來越多時,就會變換開始飽了起來 但我們卻發現,其實加工的糖並被生育等於血品 根據台灣內証基金會執行商表示 人身體所需要的糖叫做葡萄糖 作為變成的飲料食用 或許來源是由電能轉換成多糖 也就是我們的女飯 但到今天身體一下子或許太多的葡萄糖時 例如,加在飲料中的高果肯定的脂肪 或其他的人工添加糖時 我們身體的血糖就會瞬間的飆高 此時腎道中的胰島素會有快速的分泌 血糖飆的越高,胰島素會分泌的越多 而這問題是對腎道的一向負擔 當胰島素化出了血糖時 糖果會開始累積,進而累積成肥胖 故,我方要課針排糖也要睡來 而且肥胖能夠的增加 依照世界衛生主持公報 每日的人工添加糖是主要 會應該超過22.5公克 然而市售的飲料一杯辣茶就高達147個 一杯多多綠也有128克 一杯飲料下落早已超過一日糖分的摄取量的5到6倍 消費含量較多的 含糖飲料者的確導致了消費者的體重增加 產生肥胖以及糖尿病等的蠻性疾病 根據國外的研究指出 他們長期追蹤了9萬公民後 發現含糖飲料首先取代了面試正確的健康營體消費 並導致體重增加及其他糖尿病等蠻性疾病 同分資料也顯示 每國中海糖飲料中公升級好落於30% 導致過重的肥胖機率將比平常提高60% 而新英德蘭醫學研究期刊也顯示 讓兒童及青少年用乳糖飲料取代海糖飲料 受試者的體重也確實減少 在一份2010年的受試者高達31萬人的研究當中 加糖飲料核最多的百分數 比核最低組的代謝症候群的機率高20% 而呢糖尿病的區域則高百分122 回頭來看蘿蔔 超過百數國兒更是一週攝取8倍以上的 糖尿病 其喝飲料的習慣 直逼一週喝10萬可樂的許久利益胖國 和希哥 因此為了改善蘿蔔的國民健康疾病 十七萬 五方制度將取消營體值得五歲 並增加糖尿病稅50% 也就是糖尿病稅50% 也就是原本一位四七月的糖尿病將會變成的食物 而根據經濟學研究顯示 排糖飲料的需求彈性價格為0.8值-1 也就是價格上升10% 飲料需求量將會下降至8到10% 而客森的實際成效則可參考其他國家 美國的國家營料調查指出 克韓糖飲料稅20%的同時 可減少成人因此醜足排糖飲料中 攝取了熱量三四七大卡 海桶則是減少四四三大卡 同分的資料也顯示 扣除電影後 不管是成員或是海桶的體重 平均每年都能減少將近兩公斤 或是美國的庫克縣 海桶飲料稅10十平均後 庫克縣的二十九家分店的海桶飲料 銷量比較低的34% 稅收日估比較密多元 所以亞地特徵海桶飲料後 當地民品海桶飲料下降了44% 墨西哥更是上爬的12% 其中低聖金地位的消費者購買 因爲更加低的37% 同期以瓶裝水為主的 五湯飲料銷量因此上升了4% 陸陸陸顯示了 海桶飲料稅對於民眾的影響 而其他國家也陸陸續續的 推動了海桶飲料稅的特徵 顯示特徵海桶飲料稅 不僅是全球打擊北方的潮流 各次提前北方問題典中的程度 而赤隆所釋到的稅收 也會用來推廣經濟民主等 檢點政策 打到國安少喝海桶飲料的問題 我方深入結束 謝謝大家 請反方二變上台秩序 請問一下 我答得很少 請問一下 留意 在香港 我剛剛有説要跟我們講 我們確認一下 林芳今天在開稿的時候告訴我們說 現在台灣的肥胖問題很嚴重 有13萬的人都有肥胖問題對不對 所以 我先確定喔 林芳今天的需要性是想要解決這群肥胖的人的健康問題對不對 肥胖問題跟健康問題對不對 肥胖問題就是改善他們的消費習慣 嗯 好 就是這些肥胖的人希望他們不要再 因為透過林芳的製作希望他們不要再肥胖 也不要再受到健康問題的困擾 就這樣 這林芳的需要消費力量 嗯 好 好 對對對 手段嘛 好 我先確定 好 那林芳今天論證 我先確定喔 因為林芳今天在就是論證的過程中 一直告訴我們說 譬如說腎臟病是醫療支出佔多少錢 糖藥病佔醫療支出多少錢 我先確定喔 對林芳今天要論證告訴我說 肥胖導致疾病 肥胖導致疾病 然後導致醫療支出擴增的時候 林芳才覺得要課稅對不對 我先要告訴大家事情是 因為肥胖造成的嚴重程度 導致我們需要解決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林芳的嚴重程度是因為它在醫療支出的佔比很重 所以林芳決定要解決對不對 但林芳本身對身體也不健康 不是 好 所以林芳的論證其實是兩塊 第一塊是只要他有不健康 即便沒有造成更多的醫療支出 林芳也覺得要課稅 然後第二塊是告訴我們說 現在很多譬如說佔國人十大十嬰 他佔醫療支出的佔比很重 所以要課稅 我們發現有這個問題 病情要造成的功能 不是 不是 我確定一下 我確定一下 如果今天林芳沒有正成功 他佔醫療支出的佔比很重的時候 林芳覺得要不要課稅 佔醫療支出的佔比很重的時候 就是他可能有 他可能是肥胖 他可能是 不是 我確定 我先確定 如果今天喝寒糖 你知道他只有肥胖問題的時候 林芳覺得要不要咳水 他只有肥胖 他沒有任何疾病的時候 林芳覺得要不要咳水 如果今天只有肥胖 卻沒有其他的問題的時候 要不要咳水 如果肥胖真的本身不是問題的話 嗯 就不咳對不對 那我問你 如果今天肥胖可能會有疾病的風險的時候 但是他沒有實證論證說 他會造成醫療的支出變高的時候 林芳報之下 醫療支出的佔比很重 他沒有 他沒有 他就已經有產生疾病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可能林芳的數據可以論證成功告訴我說 肥胖可能比較容易造成疾病 但在實證上面 他會造成醫療支出暫停變得更高 不確定的時候林芳報咳水 不確定的時候 那我幫林芳可以告訴你 呃 不是 我先確定 我先確定 我先假設問你 呃 野哥 它造成生命就是很大的傷害 如果林芳今天只有成功論證告訴我說 可能肥胖跟疾病之間是有症相關 但也沒有論證告訴我說 醫療佔比的支出會變更高的時候 林芳報要不要咳水 我先確定 佔更高的時候 林芳報更高之間 好 我的意思 是不是以前比較還是說 301的肩膏成支出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肥胖 它不會造成更多醫療支出的時候 林芳覺得要不要咳水 肥胖要 好 沒關係 林芳之後再論證 林芳現在沒有辦法告訴我 這是林芳的需要信用 後面一定要補充 好 沒關係 我先往下問林芳 林芳今天告訴我的這個 比如說 腎膀病 糖尿病高血壓的這個糖 導致肥胖導致疾病中間的這個論證 是不是告訴我 因為糖是必須得對吃太多不好對不對 林芳今天的論證是這些 好 那我先請問林芳 這個地方的 第一個 我先跟林芳要下矩陣好了 就是攝取過多的糖 會導致林芳所謂腎臟病 糖尿病高血壓的矩陣 好 那我往下問喔 所以林芳今天論證這次告訴我說 糖攝取太多不好對不對 所以不是一吃有攝取含糖飲料的東西 或是攝取糖的東西就不好對不對 對 那林芳怎麼論證告訴我說 喝太多糖 攝取太多糖 這是台灣的普遍現象嗎 林芳要我方舉證了那麼多 兩個喔 第一個是糖會導致腎臟病 糖尿病高血壓的矩陣 然後第二個是我要林芳舉證告訴我說 現況底下台灣真的有普遍攝取糖 攝取太多的情況 這是林芳對於攝取糖會導致肥胖會導致肥胖會導致肥胖間的論證 我今天喝海南藥的平均四處 那平均七次以上照了我總體的一半以上的民眾 也就是說今天一半以上的民眾一個禮拜至少會喝七次以上的海南藥藥 好 那我確定一下林芳有告訴我說他有喝一半以上的人可能 呃好 呃有喝七次以上的海南藥藥 那有告訴我說熱量佔什麼嗎 有沒有超過 因為我剛剛聽到林芳的一篇稿其實是有說我這個建議的熱量 那有超過這個建議的熱量嗎 建議的熱量 呃可能的攝取量 好沒關係林芳早的時候我剛剛先給林芳看一下這份資料 它上面是 他說雖然其他飲料跟烘焙的真食品成長性高 但是實際上糖供應國人的熱量跟脂肪量只有占3%到4% 所以先確定 其實在台灣就是供應熱量跟脂肪量的部分其實糖沒有占很多對不對 好 沒關係我先往下問下一個問題 林芳的製度是不是廢除現在的這個貨物稅也要調到50%對不對 對 那林芳知道現在的飲料其實就有課15%的稅了嗎 現況底下的飲料 對 所以林芳調整製度之後它只有跟現況底下差35%的稅對不對 我先確定一下林芳的製度 對 我剛剛是廢物稅也有課15%的稅 喔好 所以跟現況底下差35%的稅 好 那我再繼續 好 那我再繼續 好 因為現在的貨物稅也沒有課到水量飲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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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是換裝 有 各位好,飲食自由是人生自由的內涵之一,屬於憲法第22條的保障範圍 如果政府沒有充足的理由,不應該侵犯人民的自由權 情況下許多對健康有風險的行為也沒有被政府所限制 可見風險本來是自由權下的必然產物 單單萬強清潔工的風險很高,穿高端鞋容易導致腳步的骨折及任代受傷 但政府都不會禁止,甚至也沒有以任何手段提高人民選擇的門檻 此外,以課稅限制人民不僅限縮自由權,更是對財產權的侵害 2010年的世界人權高峰會就指出,國家的政稅行為應該要尊重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 因此政方必須注入論證足夠的正當性,才能對人民的兩項基本權力加以限制 我方認為課程比方稅還會導致偶外的避害,以下我方分量點論述 第一,比方稅對於窮人的影響更為嚴重 生物學發現,糖能刺激舌頭上的甜味接收器 將傳送訊息給大腦刺激多發案的分泌,產生愉悅和愉悅緩解壓力的作用 這也難怪食品經濟網站實力網都說,飲料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許的意外 除此以除此之外,天下雜誌中指出,商品可以提供消費者一種社會歸屬感 品牌食物則可以提供更便宜更容易清淨的歸屬感 提供窮人一種脫離被邊緣化,被剝奪權利的途徑 比起一般品牌商品,品牌飲料的價錢親民許多 對於窮人來說,更是少數可以從中獲得社會歸屬感的紓壓品 而在此時貿然的特徵,肥胖水不只無法減輕,肥胖問題更多多 只能少數可以獲得的娛樂 同一上演成做過類似的研究 社會發展記憲中指出,競相對剝奪感與兒童消費素食的頻率 是有互相協助的關係 而在消費可樂、沙士等韓湯飲料的頻率呈現正向的協助關係 藉此可以推測出,因為韓湯飲料的價格較低 相對剝奪感較早的兒童可能因為消費不起簽證 價格較高的肥胖食品,轉而增加消費可樂、沙士等韓湯飲料 這是因為韓湯飲料是低收入戶中央的心理會界 美國法國大學的研究辨指出,求人在韓湯飲料花費更多 被課徵到的稅金是有前年六倍 顯示肥胖稅是具有累退性的,不符合租稅原則中的只公平原則 第二,課徵的肥胖稅後,原本的消費量會轉移是有衛生問題的攤販 因為在肥胖稅的開增,民眾如果無法負擔食物便位後的價格 就會轉移是不會被課到稅的店家 如路邊的流動攤販,消費轉移不僅無法達到移價資料 還讓民眾吃到更不健康的食物 根據主機處的統計,全台共有17萬家小司機飲料攤位 而實際有被課到稅的攤販僅不到10% 課程的肥胖稅後,這些攤販不用承擔稅制的額外成分 難被課到稅的攤商因為沒有成分的增加壓力 可以用更低價的商品吸引消費者導致消費的轉移 國外過去的肥胖稅經驗可以做為前置的資金絕異而言 消費壓力在10次堂稅後,廠商確實降低了飲品的含糖量 但整體的肥胖比例卻上升了10% 更由於台灣的夜市文化興盛想買便宜商品的消費者 也能以路邊上的商品作為替代 不難想像,課程肥胖稅後的台灣會有消費轉移的問題 然而夜市與裁判所販賣的東西都是高糖、高油的食品 大部分沒有統一的管理標準,而且胃經過視頻的檢驗TVPS新聞中指出 就連獲得衛生認證的夜市攤判都有不健康的問題 不但環境髒亂、食材隨便讓飯、料理還甚至擠零垃圾桶讓人吃貨噁性 這些政府客不到睡的店家,不管是食物來源製造方法都更加不衛生 根據蘋果日報說報道,許多攤判用胃經過濾消毒的自來水混濫果子內出皺 然去讓嚴重超標,比公社馬桶長6倍、活化分子的水汁 唐浪醫院臨床獨層中心主任臣表示,如果施下大腸感去超標的食品 疑患、急性腸胃炎肌力也會大增 臨床表現就會出現噁心、噁痛、腹瀉等急性 這也難怪一次發生消費者食物中毒的新聞也是有耳聞 客森肥胖罪的消費轉移反而帶來更多國民健康問題可否能夠導致 狀況所述,我方認為我國呼應客森肥胖罪 再來解釋對方的論點,跟檢治需要性 他方認為飲食習慣會造成肥胖禁能導致疾病 雖然疾病問題也是我方所不認見的 但是在研究上飲食習慣與肥胖之間根本就沒有職業的關聯 在糖而層面上,行政院的研究報告就指出 糖類似供獻人體脂肪的2-4% 可見食物本身沒有耗壞的區別 不同的攝取讓你不同的飲食習慣對於身體的影響都不能一概而論 靜雲大學論文更指出,在排除年齡和性格兩者想像變異後 集同季節後可以發現,攝取含糖飲料相對無攝取者並無肥胖的風險 更甚至高康份的食物能提供熱能的肌血糖 是運動完的補給糧品,可以讓身體性能的迅速會不正常 再者,肥胖是由許多共同成因導致的結果 遺傳、代謝傷害、生活習慣、特殊的肥胖成分 甚至是腳冰狼都會使人的體重增加 臺灣成人的肥胖因素分析就指出 腳冰狼者發生肥胖的風險比一般人多將近5成 另外,國外學者花式三年追蹤研究發現 兼具糖尿病、刀奇亞與肥胖三者的人中 有六成年歸於遺傳因素 據統計資料也能發現,父母雙方都過重 則知名的肥胖機率是一般人的八倍 此外,美國針對肥胖所做的大股原文武器性健康調查 又指出睡眠不足才是肥胖的重要危險因素 由以上資料可知肥胖的肥胖很複雜 不然你知習慣只是其中之一 再來,在醫療制度方面 胖子也未必使用比一般人更多的醫療資源 臺灣大學論文篇指出 BMI對於使用素片的次數 以及使用醫療的便用均無顯著的影響 認證者根據政府的研究報告指出 因為肥胖者平均壽命較短 超貼的總醫療輸出 反而比健康者來的更少 的方式都到此結束 請雙方一臉上還 請雙方三臉上臺失訊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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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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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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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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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